接下来我们要给各位看一下Java的一些基本语法 Java的基本语法像什么呢? 举个例子,跟C其实大致上都差不多 我宣告一个S是3,一个Y是5 我宣告一个Z,它是S加Y 然后W好了,是S乘Y 好,就这样 那我一样,我print一下 那print什么呢?S等于多少 然后Y等于多少 请注意在Java里面 东西只要用加,就可以把它接起来变成一个字串 那接起来变成一个字串,我就可以把最后的字串印出来 它跟C元比较不像,不像C元用什么%D,%S 它不是这样子做 好,那我就把4个印出来 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执行 好,那你可以看到Hello World也一样 X等于3,Y等于5,Z等于8,W等于15 OK OK吗? 好,那这个是整数的部分 那在Java里面呢 除了整数以外有浮点数 浮点数,浮点数有两种 那一个是Float 好 欸不对喔,我没宣告变数 好,浮点数有两种 一个是Float 一个是Double 但是你会看到我写法不一样 因为Float我后面加个F 因为Float是短浮点数 Double是双精度长浮点数 那通常在Java里面 我们会预设用Double 不会用Float 因为精确度比较高 除非你想节省空间 而且你宣告一大堆Float 非常大的阵列的Float 你才会用Float 否则一般用Double 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印出 Float 好,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印出来看看 那Pi等于3.14 那1等于2.171828 OK 好,那当然啊,你可以说我再印个 例如说 Pi除以1等于什么呢 OK,这个当然是OK的 好,那Pi除以1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位数很多 那当然它可以有比较漂亮的格式输出 我们在这里先不讲 那再来自串 在C元里面你通常会用这样子 对不对 等于 但是在Java里面这种写法是错的 所以请不要这样写 好,那在Java里面呢 这要写这样 直接用Stream就好 Stream可以,第一个字可以大写也可以小写 欸,不对 在Java里面有小写 C Sharp才有 第一个字一定要大写 因为Stream是个物件 那C SharpStream也是基本型 它还是物件 那所以在这里有点不一样 好,那这时候呢 我也可以 这样写 S加 加 Pi好 好,那你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OK 我还没存档 所以才会跑出这个画面 好 执行的时候它会强迫我存档 所以它就Hello 3.14 因为你用S加Pi S是Hello Pi是3.14 所以S加Pi 不是这两个没办法相加的 自串跟数字的相加 最后结果是自串 它代表的是连接的意思 所以S加Pi 是Hello 3.14 Pi的形态没有转变 但是S加Pi的形态是自串 Pi的形态还是浮点数 S加Pi的形态是自串 对 因为S是自串 自串加任何东西都会变自串 所以最后是自串 所以不要再写这种东西了 你不要在Java里面用什么信号当指标 Java没有指标 Java没有指标 这点请学识语言的同学注意 好 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有了自串 有了浮点数 还有什么形态没用过 暂时还不用讲正列 来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形态没用过的 还有形态没用过 差不多了 整数浮点数字圆 字圆形态我们没用过 它字串像这样 OK 所以大致上这里用的差不多了 就差字圆 CHAR A等于A好了 好这样子 那我就 S加A加π吧 那你就会看到 先存档 这个是存档 这个是直行 Hello A3.14 因为中间多了一个A 对不对 好 这是字圆 好 那其他的做法其实跟 跟C元都差不多 所以大致上你可以用C元的想法来想 就差不多了 但是 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语言 所以它不需要做什么记忆体配置啊 释放 配置只要用mue 释放完全不用释放 因为它会有垃圾收集机制 只都帮你收集释放掉 那再来的话 基本的形态大概就这样 接下来 让各位练习 练习完之后 我们就要来教 if for while 这些东西 好 所以让各位练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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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